数量稀少的鹰科猛禽如何保护 都想办一个鹰猎繁育地 去面猎鹰怎样充满艰辛 你要坚持不了 它只能制服你 机密满足千年秘密 作品中火 卫视蓝天鹰常在 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说起鹰这种动物 大家的第一印象凶猛 鹰是有名的千里眼 即使在几千米以上的高空飞翔 也能够把地面上的猎物 看得是一清二楚 鹰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每小时八十公里 它还有一副强壮的角和锐利的角 能够将猎物撕成碎片 而且鹰是寿命最长的鸟类 它一生的年龄可以达到七十岁 难怪世界很多地方的人 都会把鹰奉若神明了 前些天在东北的动物保护人员 发现了一种中国国家 一级珍稀保护鸟类 使得人们关注起这个 称为神鹰的大型猛禽 究竟这是一种怎样的神奇的动物呢 为什么会被称为神鹰呢 请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近日辽宁瀋阳的动物保护者 发现了一种猛禽的尸体 经鉴定是一只极其珍贵的 成年白尾海雕 白尾海雕 主要生长在东亚北部 是属于鹰科的大型猛禽 如今随着环境的改变 鹰的食物越来越少 它们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发现的这只就是中毒而死的 目前野外生存的鹰类猛禽 数量极其稀少 处境宾威 经过记者多方探寻 我们在吉林省吉林市 一个叫鱼楼的村子 发现了人工养殖的鹰 给这些宾禽猛禽的繁衍 带来了一丝希望 赵明哲人称鹰房 我们在赵明哲的院子里 发现了鹰的遗争 你靠你一个人喂 他跟你接触 他认识你 这个东西你看 他认识他住院 你为什么他认识你 常训他的人 你要是到他这 跟你想了 他饿了 他把你仙人谱去叫 咱咱咱的 咱咱的 他用啥主人要喂他 他饿了 就这么一 为什么你要是 喂他这 这这 招他就证明 我给你这个信号 要给你食吃了 你说这 他就习惯性的听到 这这就知道 就要开饭 哦开饭了 那比如我要说这呢 那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是吗 那我试试 那你就是啊 他厉害不厉害 这这就 他厉害 你就注意手就行 他会就落手上吗 他就落你手上 这个这个 不会危险吧 他没有什么危险 你就站到他跟上 好 把这个绳 你牵了 这是 还不太适应 这 这 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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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巾还很大 哎 这个叫 英雄杀 嗯 鸟尾石亡 吹天下 银尾才来 摆大人 对对对 这是长颜古鱼 自己画的 哎呦 我感觉到 他的手上 那个劲啊 他就那个爪子嘛 力度很大 他就是 传让他 苦力 那个嘴很硬 感觉到 镜头很大 哎呀 这就是猛 鸣是大型 肉食型鸟 它飞行速度快 势力敏锐 眼睛能看清楚 十几公里外的 一曲一动 在鸟类中 鹰飞得最高 自古以来 有天鸟之鱼 被奉为百勤之首 随着环境的改变 野外自然环境下的鹰 越来越少 人工养殖 成为延续这一物种的 有效途径 可是赵明哲 为什么要训练鹰 他的鹰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对养鹰挺感兴趣的 所以做这期节目之前 特意学习了一下 其实中国人很早之前 就和鹰结下了不解之缘 您看这张图片 这件文物名字叫做古雕鹰手 是K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有六千年的历史了 那就说明在那个时候 人对鹰其实就已经有了 特殊的崇拜心理 其实不但在中国 世界上很多国家 对于鹰都非常的崇敬 您再看这些图片 左边这个是美国的国徽 中间是俄罗斯的国徽 右边呢是德国的国徽 其实不光这些国家啊 还有奥地利 野门 墨西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等 很多国家国徽上 都有鹰的影子 鹰在世界人们的心目当中 地位可见一斑 那么为什么 如今在中国吉林的鱼楼村 还保留着养鹰的习俗呢 人工养殖 训练对于鹰 有没有伤害呢 随着中国人 保护野生动物意识 不断提高 北京陕西等地 相继设立了 猛禽救护中心 采取科学的救助护理方法 治疗受伤的鹰类猛禽 而且尽量将 有野外生存能力的鹰 放归大自然 即便这样 鹰的数量 还是在逐渐减少 人工养殖成为有效的保护措施之一 而且养鹰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 赵明哲所在的鱼楼村 位于吉林省龙潭区乌拉街满足镇 乌拉街原称布哈特乌拉 满语意为岩浆打猎 这里是满足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 清代十二代皇帝 有五位在这里祭祖朝拜 而当时的吉林市 还只是北方的一个造船厂 所以有先有乌拉 后有吉林之说 乌拉街历史上曾设有 努尔哈赤的专门补鹰机构 类似于皇家猎鹰专攻战 当地人世代为皇族服务 补盗的鹰在这里驯服后 供皇帝和王公们打掠把玩 向朝廷进贡鹰 是乌拉街的一项重要职责 早在清朝顺治年间 便设立了大圣乌拉总管衙门 同时设立了补鹰丁 专门负责供鹰差事 三百多年过去了 很多历史上养鹰的习俗与文化 还在民间得以延续 老百姓对鹰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 如今乌拉街还保留着 祭鹰神的仪式 鹰为什么祭鹰神 鹰在开天就是很早很古时 完了鹰在天空的旋照 照耀照咱们的黎民百姓 给咱们的黎民百姓 祈祭 祈祭感谢 所以说咱们就是为了报答 就是纪念的鹰 就把它当就是一位鹰神 什么就是供奉它 鹰神那里生那里长 那生那长有家乡 的确在满族人心里 鹰不是普通的动物 而是神 满族鲜民的虫鹰习俗 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 一直沿流至今 满族神谕中记载了有关鹰拯救 羽真人的传说 到了秦朝时期 贵族中就开始有了迅猎鹰去捕猎的习俗 唐朝 羽真就开始向朝廷进鼓鹰 在辽旦时期还特别设置了鹰房 中国有很多关于神鹰的记载与描述 无数文人默客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鹰的身影 中国古代玉器上也有很多反映神鹰捕猎的题材 康熙皇帝曾赞美鹰 羽虫三百又六十 神郡最属海东青 这里说的海东青就是鹰中的极品 不过要想得到这种神奇的鹰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赵明哲原姓伊尔根觉罗氏 满族香兰奇人 家族从先祖时起就为朝廷捕训海东青 供鹰 用鹰狩猎 是中国民间文化海东青训养的传承人 按照老说法 捕鹰也叫拉鹰 农历八月份是当地人拉鹰的最好时机 拉鹰一般在山头处进行 多用细绳套 用制鸡 鸽子等做诱饵 拉鹰过程中 鹰把尸必须躲在低矮狭小的窝棚里 等待鹰扑向右耳 赵明哲埋伏在窝棚里 只能通过一个瞭望孔紧紧盯着鸽子 根据鸽子的姿态和动作来判断鹰的远近 刺激拉网 一进窝棚通常都是大半天 经过十多天的蹲守 赵明哲终于拉到了鹰 拉到鹰后 首先就是训练鹰蹲杠 目的是使其接近人类 熟悉人类 消磨鹰的野性 蹲杠根据鹰的野性不同 一般要十几天 这仅仅是开始 要将这只鹰铸养成捕猎的猎鹰 后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有更艰难的任务等待着鹰导施 原来这鹰是从野外捕回来的 看到这可能有观众又会疑问了 这鹰是国家保护动物 能随便乱捕吗 这个您大可放心 这种满足悠久的文化遗产 正在受到政府的保护和弘扬 里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古老的记忆 当地政府就允许具有训鹰技艺的鹰把士 在野外捕鹰 而且这些养鹰人有个古老的传统 就是秋天捕鹰训练狩猎 到第二年春天二月份 就要把鹰放回到大自然 让它们自然繁殖 这样的放飞既是对鹰的保护 也源自满足人的一句古语 你只能向山林索取你的必须之物 这样你才能得到山林的报答 还有一点就是鹰把士 其实对鹰的那种爱护 绝对是无可厚非的 对于鹰的感情 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经过几天的蹲岗 鹰的野性已经渐渐收敛 接下来最艰难的过程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叫敖鹰 此时鹰与人的较量刚刚开始 敖鹰是训鹰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鹰虽然落入人手 但是依然保留着顽强的野性 敖鹰就是要让鹰与鹰把士彻夜四目相对 逐渐消耗鹰的体力 让它熟悉人类的气息 消除对人的戒备心理 直至最后忘记人的存在 你不吃那么大辛苦 你这个鹰就是熏不成了 不好熏 他说你熬两天 我累了 我不乐熬了 我撂下了 撂下你这两天 白熬了 还照样 我就起早贪黑 晚上 你就说叫法癖那些的 那你就是要坚持这个东西 你不坚持 你就熏不成它 最后你坚持 你要坚持不了 他能制服你 他就不听你的 你要把他制服 他就听你的了 最后熬的他 他都愁你也不愁你了 就 关键你就是 他就听你 你拿一种招子过来 爽下来了 就开始 这就基本 起码你就得 试多天梦 深夜 鹰的体力有些不支 但这还不能让鹰休息 还要继续熬 直到天亮 鹰和照明者之间相互较量 到底是人熬了鹰 还是鹰熬了人 已经无法说情 这样漫长而艰辛的付出 是每个鹰把事都必须经历的 鹰也只有经过这样艰苦的训练 才能成为捕猎的高手 通过这么多年和鹰的朝夕相处 赵明者的眼中只有了鹰 无论多辛苦 他都不曾抱怨 谈起发生在七年前的一件事 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大雪天 赵明者辛辛苦苦训养的鹰不见了 你说我回家吧 这叫也睡不着 饭也不爱吃 酒也不爱喝 就研究就行这个鹰 那就是我三天就上北巴拉 就夹个屋子了 七家子了 四家子千里 那三天我就个头都找 影心节目 那都是三天五天不过那劲了 那你睡也睡不着好觉 这一一睡觉吧 就听好像有晃昂响似的 晃晃的 我这整个鹰回来了 你都要斜到那份上 就说是你 你就说是家里头你缺点米 缺点盐的 你吃不上 我都不得上弄大火的 就这鹰一美 那都敢救星了 那真的 通过漫长的熬鹰 鹰的野性渐渐消失 对主人也不再陌生 这时候就可以进入到 下一个训练环节 跑绳 这是训鹰最关键的一部分 目的是让它在远处听到呼叫 能习惯的催到主人的手臂上 为了增强猎鹰的进攻欲望 和听主人的使唤 这样的动作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又经过大半月 照明者的鹰渐渐学会了跑绳 即将出征补列 鹰大师付出的努力 将在这一刻得到回报 而通过艰苦训练的鹰 也将在今天成立一名真正的猎鹰 鹰与人都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快 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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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来 快 抽签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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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签 拿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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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挖工也行 只要工复身 铁杵磨成针 鹰成为猎手可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熬字也实在是太形象了 而且我们导演还告诉我说 有很多迅鹰的过程出于保密的原因 我们还不能展示 看到的只是整个迅鹰过程当中的一部分 这真的是太辛苦了 刚才我们看完赵明哲的训鹰 我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今年二月份 我们的外景记者又寻访到了一位鹰王 和赵明哲传统的训养方式不同 他更注重鹰的捕猎技能的训练 还给鹰配备了先进的定位装备 还有一点神奇的是 他养的鹰居然有好几个品种 而且里面有鹰的极品 海东青 为了更好的保护鹰 传承千年的训鹰绝技 很多人继续着养鹰的生活 我们在乌拉街镇的北兰村 见到了十二岁 就开始学习训鹰的汪金红 在他的家里 我们见到了他训养的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养有四种不同品种的鹰 这几个都是什么品种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毛角狂学名 毛角狂 对 它怎么是白色 这就是变异的一种 变异的 对 那这几个呢 这个叫苍蝇 我看他眼睛跟他不太一样 是红色的 对 他就是 很特别 也是一种特殊的品种 这个是黄蝇 黄蝇 是跟他眼睛是黄的有关吗 有关有关 这眼睛是黑的 这个是油笋 油笋 阿拉伯国家最重视的鸟 在鸟类上也是飞行速度最快的 这只是最快的 对 与赵明哲一样 汪金红非常痴迷于鹰 由于鹰的爪子非常锐利 驯鹰过程中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它如果是不顺心的时候 它就连抓再咬的 也挺危险的 对 我们都在 对 你看看我这手 这都是 还有血呢 这都是鹰抓的 这个创可贴下面也是吗 对 这都是鹰抓的 还缝针了 对 是被抓的还是被咬的 抓的 这是鹰抓的 鹰抓的 对 看来养鹰也挺辛苦 除了训养会飞能捕猎的鹰 汪金红还收养一些年老残疾 受伤的鹰 他们在这里得到了精心照顾 与传统的养鹰相比 汪金红采取了很多现代手段 他尝试 人工繁殖鹰 已经获得成功 新式的定位装置 使得放飞狩猎更加有把握 老师您信话这鹰我能试一下拿它吗 可以可以 他听我话吗 听你没事没事 有我在这 这个是专门拿鹰用的手套吗 对对对 还挺厚的 怕抓伤 你把这个紧紧这个 在这个 在这 你不动 把这个绕在手上 他真听话 在我的手上 他也能这么老老实实地待着 转着就行 转住了 待会我戴了两层手套 他这爪子还是挺利的 我都能感觉得到 他就用爪子抓东西吗 他好轻啊 我觉得现在的感觉 太兴奋了 真乖 你连摸他他也不怕 听话这个 我看他这个 后面还有个铃子 听他一动就哗哗哗哗哗哗哗 以前都是用这个 现在有这个了 有这个跟踪器了 这个是发射器 发射器 是电子的方法去跟踪 对对对 那这东西用什么东西接收啊 我身上有个 这个是接触器 接收器 这个是他身上是发射器 对 你看 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 这个一打着 你看他他响 你看就这么远距离 你看把他撞到这边 他就不响了 这么远距离 他就不响了 你看对着他 他就响了 多年的养鹰经验 使得汪金红对鹰 有着独特的认识 那么他心目中 鹰中极品海东青 是什么样子呢 在您心目中 这四种鹰 哪种最接近于海东青 要我个人来认为是这种 黄鹰 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 以前 就是辽金时代 在用的这种鹰鼓励 咱们就是在清的时候 供奉也是这种鹰 那这种鹰 跟其他三个相比 有什么特点 这种鹰比较直爽 性格直爽 对 直哪咋哪 他这个 他没有什么 绕拨的性命 就是猎物过去 他刷下直线就过去 这个就像 那么满族人的性格一样 还比较执着 就是没有歪歪心眼 包括说过的话都是 都是吐痛是个丁 他就是这种性格 为了给我们展示一下 鹰鼓励的绝技 汪金红和他的伙伴们决定 带我们去不软的村边 一场难得一见的 现代化的海都青捕链 即将开始 发现前面有一个剪链 怎么还有剪链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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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你俩这停一行,你下去 我刚刚一直追出来,又像一里地,都没抓到鹰,实在飞得太快了,刚才差一点要抓着它了,然后它看着那野鸡又飞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抓着,可别逃着鸡和鹰一起跑了 真是不容易,这鸡还不小呢,把它先把毛都扒了 这野鸡飞得也真快,它就追出这么远了,一直跟着它追 狩猎归来,是王金红和他的神鹰最开心的时候 对于鹰,它充满感情与希望 您现在最大的愿望和梦想是什么呀? 我要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我得把它继续研续下去 我想办一个鹰的繁育基地 繁育基地,就专门人工繁育基地 人工繁殖基地,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既能让这种大型的猛禽种群得以延续 也能够让续鹰这门古老的文化传统得到继承 我们希望汪金红的梦想能够成真 如今,海东星续养记忆已经成为吉林市的一张新的文化品牌 我们也盼望在更多人的关注下,鹰赖已生存的自然环境状况得以改善 有更多的熊鹰飞翔在高高的天空之中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明天再见